欢迎收听4月9号民事Pax的陈间及时新闻 台经链宣布获得了美国晶片法案高达66亿美元的补助 而且进化在亚利桑那州设立第三座晶圆厂 会导入两奈米先进制程 预计是2030年投入量产 总裁魏哲嘉在声明当中表示 这个协议将会满足客户对晶片的尝尽需求 主要大客户苹果超为回答也都表达了支持跟肯定 艺人黄紫焦去年被控诉性骚 在检调侦查的过程当中 还发现他从偷拍论坛上购买了7部未成年性影像 被依照违反儿哨性剥削防治条例罚120万还起诉处分 消息一出掀起了演艺圈的怒火 艺人贾永杰也发起了联署要立法院来修法 针对性侵害跟性剥削案件加重刑罚 小S 陶金英等艺人也都纷纷响应 新北环状线受到地震的影响 中和高价路段错位导致板桥往返中和站停驶 市府在环状线沿线派出了免费公车接驳 零下过后第一天压力测试人数爆表 上班时段几乎是斑斑爆满 为了提升接驳效率 原本接驳路线从新北产业园区到大平临站 今天起改为板桥到大平临站 王林强镇搜救进度 沙卡当步道还有五人失联 包括了新加坡夫妇跟游信一家的妈妈跟两名小孩 搜救队员带着搜救犬再次进入灾区来搜索 在0.85K处闻到了异味 而由爸爸跟五年级的姐姐被大石块给压住 无法脱困 虽然有三台挖土机挺进开挖 却被两层楼高的巨石挡住 只能够想办法绕路救援 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已经展开了内阁布局 在周五会正式对外宣布 根据了解行政院三长乔顶将由竹龙泰 内定格奎 郑立军是副院长 龚明星是秘书长出任 而有关国家安全体系的安排 根据了解会议稳定传承为优先 因此乔顶现任外交部长吴钊燮回任国安会的秘书长 现任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出任国防部长 现任国安局长蔡明燕将是留任 国产的吴子鱼被验出了致癌风险物质 屏东邪村水产的吴子鱼被验出了0.0024ppm的孔雀率 依照规定是不可以减出的 是业者首次违规 但业者喊冤 同时怀可能是持底的底泥 有问题 屏东县政府才罚6万块钱 持续追踪列管三年 劳动部规划弹性育婴留置停薪试办计划 雇主可以让劳工以5天或7天为单位 申请育婴假 也可以单日申请 原本规划5月1号仅施办到年底 但是因为立委希望配套更加的周延 最晚6月上路 有多位立委则是建议育婴假 弹性从单日下修到小时 育婴假年龄限制上修到6岁或8岁 徐明春表示必须要考虑裁员 但是劳动部会根据这些方向来进行研议 以上新闻由明世新闻部制作 感谢您收听 更多新闻内容锁定下5点半 明世Pax晚间即时新闻